端午节是华人重要的文化节庆之一 客家人俗称为五月节 台东县政府为了传承 具有文化特色的节日 民政处将在6月18号办理 五月节亲子课程包种子DIY的活动 其中亲子一起来包种 现场DIY的体验部分 会提供30个名额 将在6月8号晚上开放线上报名 额满为止 端午是华人重要的文化节庆之一 客家人俗称五月节 而台东县政府为了传扬 具有文化特色的节日 民政处将在6月18号办理 五月节亲子课程 众议DIY活动 民政处表示端午节相传 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 销售跟的帐备一起包种子 挂仓谱赛龙舟 等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民间习俗 而为传扬这样的一个民俗节庆 县福特别号召大家一重参与 并分享此时节的活动 除了让县民了解客家米式文化 以及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外 结合客家诗歌分享 同时让大家更认识客家文化 而民政处也指出 县福美即将在台东客家学堂 办理客家相关主题活动 将客家学堂打造成为 台东市客家文化重点场域 而五月节亲子课程 众议DIY将在6月18号上午9点开始 而系列活动有 亲子一起来报纵 欢喜伴戏团表演 以及影片分享 客家诗歌分享等 其中亲子一起来报纵 现场DIY体验部分 将提供30个名额 将在6月8号上午10点 开放线上报名 额满及截止 另外现场前50名报道民众 将在活动结束后 发放一颗客家肉粽 多国活动展现 客家人端午节庆的 多元活泼样貌 以及客家节庆的欢迎氛围 共享客家多元文化特色 接盘最综合报道